那女生其實比我大 然後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已經快40歲了 但是我們兩個就還滿聊得來 就變好朋友 然後她有一個男朋友 當初也有論及婚嫁 但是她也覺得那個男生 情緒是有點不穩定的 而且因為這個女生成就比較好 然後這個男生會覺得 一直比不上那個女生 然後所以那個男生情緒會不 然後這個女生就一直很猶豫 要不要嫁給這個男生 然後這個男生也一直想辦法 求了好幾次的婚 然後這個女生都說 他在考慮 他在考慮 都一直拒絕 然後最後這個男生也用了一招 他就找了100個人 他就不管 100個人 這個男生就是找100個人 他這個男生就去錄 最後他發覺 那個親戚朋友不夠100個人 所以他就去路上隨便找 他就說 你們幫我跟那個女生 講一句話 就是講一句我的好話 他就找了100個人對著手機 錄了100句話 都要寄給這個女生看 一開始都是自己認識的朋友 就譬如說 余蓉妳要嫁給他 他真的是很好的人什麼 然後到最後他就去找到路人 他就以一種拍VCR的心態 來追這個女的 但是這個女生就 女生就會越來 我那個朋友他反而就會覺得 越來越反感 就是妳不要逼我逼成這樣 我沒有說不嫁 但是我就說我會考慮 然後這個男生就是跟他講說 妳要答應我的求婚 因為我下輩子就是希望 妳跟我一起過 沒有妳 我的人生就不完整 就是我希望我下半輩子 是跟你一起的 要有妳才完美 對 要有妳才完整 後來有一次我是跟這個女生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就一起安排去香港玩 就我們兩個去吃吃喝喝這樣 結果我們那天在飯店 在香港的飯店晚上 我們兩個還在聊天 然後就他手機就響 然後因為他覺得 他這個男朋友很煩 可能又要傳什麼路人的 什麼VCR給他看 然後他就 對 他就掛掉 但那個男生當天晚上 一直打一直打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好啦 你接 反正你就接了 不然他這樣子搞不完 我們聊天要聊到什麼時候 結果那女生接起來就是視訊 結果那男生就跟他講說 妳現在在外面玩得很開心 我現在在台灣一個人 到底要我等妳等到什麼時候 結果這個男生就給他看 床底下就一包就是探 然後他已經在生活了 太誇張了 就是用視訊 就是用視訊給他看 他說妳很開心嗎 那妳現在也可以看到我一個人 那我跟誰在一起 我就是跟我的床 還有這些坦在一起 還有一些坦在一起 以死相逼 對 他就要直播 沒有 因為他之前 已經拒絕他很多次了 然後這個女生又 又常常撇開這個男生 跟姐妹掏出去玩 所以這男生心裡就會覺得說 他抓不住這個女生 對 抓不住 我自己也是遇過 因為我覺得通常他們這種人 他們會真的戰友率很強 而且他好像沒有什麼朋友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交一個男朋友 他在當兵 然後他就是真的 就是你可以感覺到他很愛你 都比如說寫信那些 老婆 老婆 這輩子最愛就是 你沒有你我會死什麼的 從軍中寫 那時候還在寫信 就是收到他信 會覺得好啦 他很愛你這樣子 那你也知道當兵可能是 在外道嗎 不是 他那時候好像宜蘭而已吧 沒有到外面 金六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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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新兵中心的 那些寂寞 然後那時候就是 一直很怕我會兵變他 所以他就是都會抓我 抓得很急 因為有些那種打電話 就是會一直說 你在哪裡 跟誰在一起那種 然後我那時候也想說 好 那就是好好跟他在一起 所以有點煩了 但有一次他就是要放假 因為那時候大概兩個禮拜 放一次假 可是我就是計畫跟姐妹 想要出國玩這樣 又是一樣 就覺得說 就覺得難得嘛 想放鬆你又在當兵 我不能跟姐妹出去玩嗎 這樣子 他就很不能接受這件事情 他說我好不能放假 你又要出國 我到底算什麼 然後就在那邊跟我鬧 然後就是鬧得很嚴重這樣 然後我也覺得就是 只是出個國有必要這樣子嗎 我可能就是一時情急 就說那就分開 要不然冷靜一下這樣 他就會說我沒有你會死 你現在是要跟我分手嗎 然後我就說 我那時候就覺得在他房間 我就覺得有點可怕了 因為他又很壯 當兵 我想說他如果一把把我掐死 我真的是沒辦法 我就說 我覺得我們就是先人靜一陣子 我就出國回來 我們再好好聊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好 那你現在就走 你走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我走這樣 東西收一收 正要走 正要 東西拿來拿要走 我就聽到玻璃聲 他就把玻璃都打破 就是那個桌上的 麥克風就很愛他 這樣 所以算不算 哪一段秀 對 然後就 我暈45度就覺得 不是 因為通常 你雖然看電影 看戲劇 常常在摔波 但自己親身經歷 其實很可怕 我真的這樣 第一次他這樣摔一堆玻璃 然後傻眼 我想說你現在是怎樣 你不是要我走嗎 我說你現在是怎樣 然後他就開始就說 沒有 你不愛我 那我活著什麼意義 開始打自己 最大力那種巴掌 然後就是整個臉都紅了這樣 他打到他 打到整個是這樣很優勻 然後頭這樣一直這樣這樣 然後我當作 會笑場嗎 對啊 我覺得會笑場 打來因為自己要被打 自己打到自己還在那邊怕 你先做好準備 我跟你講真的笑不出來 因為很可怕 他真的是狂打這樣子 然後我就抓住他的手 然後我在抓他手的時候 我手也受傷 就是OK這樣子 然後他就緊接著 他又要去捶牆什麼的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摳住他 我就說 妳就要讓他捶 捶一下就捶 我朋友有幾個的骨折 真的 骨頭上直骨斷裂 你跟牆壁做這個 後來他學中名 他也是暴衝 他要捶一下 然後他就跟牆壁 然後就跟牆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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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可愛版的 他那種衝動版 真的超可怕 反正我當下就是嚇壞 我只能就是抱著他說 沒事 沒事 我不去了 我不出國了 可以嗎 我就永遠搭在你身邊 這樣可以嗎 他才沒有把我怎麼樣 對 我就先安撫他 我後來還是 你怎麼分了呢 拖到他當完兵 小燕姐有那個寶君教 他也當兵 我也去當兵 女兵 女兵 報道 這個怎麼辦 這個分手的時候會說 沒有你的愛我的人生沒有意義 這種通常那個分手的失落感 就會變得很消極 很悲觀 所以他們真的就是會做 自無所謂 真的 所以有些時候 他們在失去對方的時候 他們整個人就沒有 生命的重心 也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也不想活了 然後沒有求生的意志 所以他們危險的地方就是說 他可能第一次自我傷害 會被救回來 所以你不要覺得 他被救回來之後 他就安全了 他會不斷的去做 重複同樣的行為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他們會跟別人隔離 越來越不跟別人互動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這種時候 盡量找所有的支持系統 去陪他 就在他的身邊不能讓他落單 所有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搭牌班好了 不過如果他在當兵 其實有一個優點 什麼優點 報憲兵 對啊 軍中的同袍們會輪流陪他 所以只要軍中的同袍 知道他有這種狀況 他們就會自動 因為他被關在那個地方 他不會被關 他們其實現在 我剛剛是指他被限制了 他的身邊 但是他們現在會有愛 所以他們會一直排行程表 每個人輪流去陪 他們有這個 有 他們其實蠻多人就會陪伴他 所以陪伴會成為一個 很大的力量 幫助他走出這樣的一個狀態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 還是要讓他要想活下去 他要把重心回到自己的身上 而不是把愛情放得那麼大 他那個人生意義 這麼單薄的 只有單一的人 只有愛情 所以其實剛認識一個男生的時候 如果他是一個 對他的事業志向 有很多的規劃跟想法的男生 其實比一直說 我都要愛你 我什麼的 是更適合 來得好 至少聽起來比較有粗息吧 對啊 對不對 整天黏著你 每一股氣 煩都煩死了 還有一句話 我覺得也是非常可怕 就是 只有我可以先不愛你 不可以先不愛你 這個也很帥 只能你甩他 這句話就是很可怕 因為像我朋友他跟 就是他跟他男朋友 最近就吵了一個 就是非常大的架 因為我朋友跟他男朋友 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他男朋友出席是非常的 風度翩翩 然後非常紳士的一個男生 可是他後來在一起的時候 他發現他就是開始會有一點 比較霸道的行為 譬如說 他們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餐廳的菜送上來 他一定要先吃 他男朋友一定要先吃第一口 沒有 就他原本以為他很只想先吃 他是適應真的給你 然後譬如說我朋友想去哪裡 對 他就一定要說 你一定要告訴我 你要去哪都要跟我講 你今天要穿什麼衣服也要跟我講 你要剪頭髮也要跟我講 幹嘛啦 就是什麼事情都要跟他講 然後我朋友一開始就覺得 他可能只是比較愛他自己 然後就想說沒關係 他只是比較愛他自己 就比較霸道 可是後來這個男生越來越誇張 譬如說 謝謝